乌克兰记者才挺进乌东的斯拉夫·杨斯克 森林里四面八方马上传来连串轰炸声 不过现场乌兵似乎早能听声变位 知道目前还算安全 一群人淡定往前 来到先前二军炮弹落下的位置 乌克兰士兵说 俄军通常一早就会开轰 有时用破级炮 有时则用飓风火箭弹或极树弹 可以确定的是顿巴斯还在激战 先前俄军夸口毁掉好几台欧美援助的榴弹炮 如今遭乌军打脸 因为画面中这台就是德国援助的PZH2000自走炮 正不断朝俄军占领去开轰 德国PZH2000除了拥有高射速 还能自动装填弹药 数十公里射程对前线士兵而言 又是另一款抗俄神器 乌军说眼前的自走炮上顶多有一点点的刮痕 其余根本好端端不影响使用 到时哈尔科夫近郊出现乌克兰农民以拖拉机拖走俄军炮弹和坦克车 现场可以看到俄军仓皇逃离留下的残骸 有乌军说他们就地掩埋一名俄军的遗体 以免发出撤位 大火吞噬伺船只 消防员紧急灭火 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奥德萨周末又遭到俄军飞弹攻击 由于攻击前不到24小时 乌克兰俄罗斯土耳其汉联合国才在伊斯坦堡敲定粮食协议 当地民众不敢相信协议才签完就有飞弹掠过 俄罗斯开战以来不止封锁黑海 还放火烧小麦田偷走谷物引爆粮食危机 尽管全新的协议承诺能让乌克兰每个月出口500万吨的粮食 但农民们还是不放心 即便战争还没停 奥德萨百年芭蕾舞剧院仍尝试维持正常表演 无奈演出到一半 又因为警报声响起得拉下布幕中断演出 俄罗斯一方面攻击奥德萨 一方面又半白脸派出外长拉夫罗夫出访非洲 拉夫罗夫在埃及承诺他们的粮食订单一定会得到满足 尽管二军攻击奥德萨引发谴责 但乌克兰隔天证实因为港口没有严重受损 仍会继续准备股物出口 只是相关作业能否顺利进行 恐怕还有待时间考验才能见真章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